本次学院宝库返场的六位忍者中 死门凯应该算是从仓库再次重返T0的忍者 也是本次学院宝库首选的忍者之一 不过我的建议还是尽量手里有异律力量比较好 没有这个忍者也能用 只是感觉不如异律力量强势 死门凯上次加强了以后 二技能加普攻的起手能力很强 还有天驱CD和技能的优化 也让这个忍者又疯狂了起来 特别是自动耗血优化了以后 让这个忍者不会显得那么脆了 叶凯的翻盘能力极强 这也是建议搭配异律力量的原因之一 低血量触发被动的异律 我站起来抓住机会就能来一发叶凯翻盘 这个操作一般忍者还真做不到 另外随着我用这个忍者次数越来越多 偶尔也会把它放进班位 因为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自己用的时候翻盘很爽 碰到对面用的时候说不定也会反过来 aqui对方有脸我们的存交 瘴壁 越败 秋 当时 当时 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